最後要跟各位談的就是我們前面跟各位講的那個什麼輸出輸的平衡有關的事情 外閃頂洲 外閃頂洲是我們在台灣的海峽一個很大的沙洲 我現在我的講義上都跟你寫雲林外海 它原來在雲林 可是它現在已經變小了 而且位置變南邊了 你現在去雲林已經沒有辦法看到外閃頂洲你要去嘉義 所以你不要去雲林找不到回來嚇我啊 它現在已經不在雲林了 它現在已經到嘉義 它已經在嘉義外海了 它變小隻了 位置偏南了 那你就要想一個問題啊 它為什麼會變小隻啊 它是那個海流帶來的沙子沉積型 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沙洲 它現在變小了 那就問問你自己啊 你可能做過了什麼事情 你回去查一下 有發生過做過了什麼事 讓它變小了 讓外閃頂洲變小了 好不好 我都還是寫雲林啦 我的講義都寫雲林 那已經在雲林啦 但它現在已經不在雲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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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下啊 還有一個那個半海洋音樂器的地方 噗嚨 噗嚨 岩梁那裡 海洋音樂器 然後呢 它沙子不見 本來是一個美麗的沙灘 然後它辦海洋音樂器 它在那邊唱歌跳舞啊 筆記 阿妹啊 之類的 那沙子沒有 沒沙子 然後怎麼你都搞沙子過來 為什麼沒沙子 反核人士是說 那是因為你要蓋核市場 要做一個重建碼頭 以後要讓那個反應爐能夠登岸的 那蓋碼頭就需要蓋個防波堤嘛 防波堤的手一伸 就把海流擋住了 凸提效應 所以沙子就過不來 這沙子就不見了 沉積減少等於輕蝕增加 它就沒有啊 這是反核人士說的 海電說 你不是我台的啦 不是啦 是因為一些自然環境的改變 是因為颱風啊 因為不拉不拉不拉的原因 所以沙子才不見了 又不是我的關係 好啦 不管誰說是對的 反正就是有某一個原因 某一個原因 讓你的沙子的成績會變少 所以它就不見了 我給各位的學習單 凸提效應 我去看 我就要你去找 我要去看 我給你一個頭沈海水浴場 以前是沙灘 現在都是重型消破塊 以前有成績 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發生這種事 我想一下 我按事情答案 怎麼回事 然後找一些例子 所以叫做沙灘 OK 這就是輸出輸入的平衡 你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後果 有講過 這才是我們的重點 OK 這一題我直接報答案 這一題我直接報答案 它的答案 反過來 就是桃選的好壞 桃選最好的是風 最差的是冰川 所以反過來就是桃選友好到差 所以反過來就是桃選友好到差 所以我就給你答案 直接告訴你答案 桃選 反過來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這是最後跟你講一些 有關於輸出輸入的平衡的這種情況 看看就可以了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安議員 是 systolic hi